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民间党当局近来力推 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入台湾 企图让台湾民众吃核食 激起了全台民众的分开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立法机构日前两次要求 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报告台日关系与福岛五线式食品 进口台湾的相关情况并做备询 但谢长廷两次军请假没有到会 国民党方面表示 谢长廷现在仍旧在台湾 却始终以各种借口不现身 是否等回到日本就会偷偷宣布开放 这个是有利可循的 蔡英文2020年8月就突袭开放了 美国莱猪进口 未来使用相同方式 开放日本福岛核灾食品进口台湾 不是没有可能 日前台湾美丽岛电子报 公布了有关开放福岛食品进口的民调 结果显示 有57.9%的民众表示不同意 33.5%的民众表示同意 未明确回答的民众有8.6% 有民众表示 蔡英文上台前曾说 不赢牺牲民众健康作为谈判筹码 哪知一招当家就反操作 如此变脸速度让人始料未及 虽然现在竭尽何时尚无定论 但无论是莱猪还是何时 无一例外都成为了 岛内政客谈判的筹码 对此国民党前主席洪修柱怒批民进党卑躬屈膝 给日本送掌声 把台湾引向绝路